轴,那其实轴就是那个2的部分,就是中间那一条线 然后扫略什么2D或3D的曲线来建立3D的实体或曲面 所以这边的话大概各位可以看一下 最重要就是说那个顺序 1的话呢,就是说你要扫略的那个物件 2的话就是那个轴 那做完毕之后,你就可以,比如说你把2D画出来之后 利用这个扫略 这个回转 先选一下物件,选要回转的物件 那选到这个地方一定要是一个聚合线 找到按空白键之后的话 然后要回转的轴,轴的话从这边到这边 OK 然后呢,回转 预设是360,如果你不要360,你可以自己再选一下 那如果说你要360的话,直接按Enter 他就帮我扫略出一个,我要的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中间的话呢,就会有一个圆 这个孔径呢,实际上就是 这个2D跟这一条线之间的距离 是多少 就 这边好像没有标,应该是20 这边距离是20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你希望这个孔径的这个 它的这一个 假设我这个地方 我如果希望它的孔径变大或变小的话,你可以 再根据那个 距离稍微 做个调整就可以了 OK 好,那请各位 先试着把这个2D的部分呢,先画出来 那画的时候特别注意 这边呢,因为它是在哪一个 哪一个视角呢 特别注意,它是在那个 其实 前视角的地方 那其实 顺便教各位一个方法 就是说,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怎么知道是前视角 其实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图 这个图其实可以还蛮有用的 如果说你今天是这个方向,有没有看到,它是前 那假如说你希望把前视角 移到前方的话,移到你的正前方的话 你就怎么样呢,在那个前视角这边前,按下去 这个时候它是怎么样,它就帮你把前视角移到 你的正前方 那你就可以在前视角的地方,画一个2D的图形 OK,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大家看好 OK,大家看好